两年前 重庆康田国际小区 一位在一单元楼下玩耍的两岁女童 不幸被高空扔下的酸奶瓶砸中 颅骨骨裂 因为找不到肇事者 二到三十三层 窗户朝向事发地的一百五十九户住户 被女童家长告上法庭 哪个扔的打个赔 凭啥要我们赔 除了抱怨坐上被告席 实属迟余之灾 他们还提出 每层都有公共窗口对着楼下 窗户没有朝向事发地的 其他二百八十九名住户 同样有可能作案 本周法院认定 二到三十三层 女童家属诉讼的一百五十九户住户 和未被起诉的二百八十九户 都无法摆脱行凶的嫌疑 这四百四十八名住户 因共同分担十六万元的赔偿 每户三百六十元 虽然住户们大多接受判决 仍愤懑不平 丢瓶子的凶手到底是谁